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方阿菲 祝各位虎年新年快樂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話說2021年底 武尊跟納宣天心的比賽終於敲定了 將在今年的6月份 兩人就要正面來對決 阿菲在2020年頻道剛成立的時候 也曾經在影片裡分析 兩個人如果對戰雙方各自的優劣勢 當時提的大部分觀點 我至今還是保持著差不多的看法 當然啦 我怎麼看這場比賽 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覺得不太值得參考 所以我今天要整理 三位重量級嘉賓對武尊天心戰的看法 讓大家在賽前能夠站在不同的觀點 評估這場世紀之戰 首先第一位就是兩屆K1 WorldMAX世界王者 MASADO 作為無尊天心兩個人的偶像 又是近代日本TG拳的代名詞 MASADO來評這場五天決戰 應該不會有人有意見吧 在五天之戰確認記者會之後 咱們的老魔MASADO也在自己的頻道上 針對這場後生晚輩的世紀決戰 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MASADO認為決定勝負的關鍵 會是這場比賽要打幾回合 一切跟阿菲一樣的資深全迷 對MASADO在2009年 跟Andy Sawyer的五回合影退戰 一定不陌生 所以身為過來人 MASADO當然知道 這個比賽要打三回合 五回合之間的差異 MASADO認為如果打的是三回合 佔有優勢的會是 那虛川天心 因為天心攻擊轉速超高 MASADO看好他能夠在短回合之內 輸出速度準度兼具的攻勢 但如果打的是五回合的比賽 那MASADO就會把票投給 因為五尊那超級高壓迫性的打法 就算強如那虛川天心 想要在五個回合裡都不被逮住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五尊的攻擊破壞力不用多說 只要是被逮中 目前還沒有看到有人能夠全身而退 所以賽事回合時場 會是MASADO認為決定勝負的分水力 聽完大前輩MASADO的觀點之後 第二位公開分析五天之戰的重量級嘉賓 就是超人氣格鬥家 百萬Youtuber招倉未來 前一陣子他跟天心一起開著法拉利兜風 一邊討論著這場世紀對決時 也透露了他的看法 招倉未來認為如果比賽達到判定 五尊的贏面比較大 但是因為五尊打比賽有慢熱的一個問題 所以招倉認為第一回合對於五尊來說 會非常非常的艱難 因為天心勢必會想趁著五尊還沒熱擊 把握第一回合展現招牌的攻擊準度 與速度把他擊到 除了慢熱之外招倉還指出五尊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太容易被擊中頭部 而招倉的這個觀點呢 相信從五尊在去年打Leon Petas這一場 第一回合差點被喬運就能虧見一二 雖然有硬吃攻擊的風險 但是招倉也提到五尊的戰鬥風格非常的強硬 攻擊的破壞力也很大 這個是他的招牌 而天心則是在速度上比較佔有優勢 簡單來說五尊就是等於力量 天心就是速度 兩個人各有自己的長處 所以決勝關鍵 招倉認為誰能夠在比賽中掌握時機 誰就能獲勝 好聽完馬薩斗招倉的看法之後 當然要聽聽實驗對照組的現身說法啦 在日本招牌頭時跟兩個人交手過的不多 其中一個呢就是咱們的嘴歌黃智 被兩人痛扁過的黃智呢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也就親身經歷分析了兩人的戰力 接下來就讓阿飛模仿一下黃智 聽聽他怎麼說吧 說實在的我真的很討厭跟天心打比賽 因為他是我最不喜歡的左撇子 速度又很快 而跟五尊對戰時的感覺就不太一樣囉 他的打法就像是想要把你身上的一切通通奪走的樣子 而天心不是這種頻率的人啦 他打的就是一般的體育競技 當初在跟天心對戰的時候 我第一回合結束回到角落時就跟我的場柱說 我不會被他擊到的 因為天心的攻擊雖然速度很快 但是質量比較輕 但跟五尊對戰的時候 我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攻擊破壞力 這是我跟天心打的時候沒有的感覺 所以這會是場速度與力量的對決 在心態的強韌度上我覺得絕對是五尊比較強 因為他在職業戰場上輸過比賽 知道輸的感覺的一方一定比較強悍 因為他不想要再輸所以會拼盡全力 不過天心在業餘時期也打輸過啦 所以還是打了才知道囉 黃之在訪談時表示他欣賞五尊 總是把一切投入到每場比賽的強大鬥志 但他也喜歡天心 因為天心只要上了擂台 總是會發揮絕佳的賽事解讀能力 再採取最適合的攻擊模式 好的綜合以上三位的看法大致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這場世紀對決會是速度與力量的決戰 看看是五尊的暴風連拳能夠逮住天心 還是天心的閃電連擊能夠趁著五尊還沒熱開的時候 先把他狙擊落馬呢 不過阿飛戰在個人的觀點上 真的覺得是五五波很難分出高下啦 馬殺斗說打五回合五尊比較吃香 但也別忘了天心他可是跟破壞神羅當打過六回合 姑且不論勝負到底公不公平 但他的確沒有被擊倒過半次喔 所以五尊的鐵拳破壞力是否能夠管用 還是真的要打了才知道呢 好的這集整理了三位指標性人物 針對這場比賽的分析看法 也歡迎大家留言來互動留下自己的觀點 這場決戰倒數五個月 就讓我們繼續期待下去吧 最後如果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賽事資訊 別忘了訂閱我們立即瘋頻道打開小鈴鐺 最終立即瘋各大社群喔 更精彩的節目咱們下次再見囉